老,这个词儿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上的升迁交际 有时候需要资历来支撑 年岁越大,就意味着资格越深厚 此时,除了处于刘子叶和小太监 书房里站着的几乎都是一帮老人 这帮老人,在朝堂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声望 每一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是极有分量 然而有的时候呢,老人的另一个含义,却是固执 所以,他们对于刘子叶囚禁羞辱自家的叔父的行为 不可能被谅解 认为,这有是一个皇帝的德行标准 便一直在此劝戒 刘子叶见楚遇来了,便不再耐烦 与一帮老家伙墨迹 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你们都下去吧,三王的事情朕会考虑的 现在,朕要与阿姐说话 陛下 有一道稍微有点趾高气昂的声音插了进来 除以寻声一望,却是方才用眼睛刺他的那位老者 他的着装好像比周围的大臣都更加华丽庄重一些 教训刘子叶的口吻,将教训自己的孙子 陛下年岁也不小了,也该知道礼仪 会计长公主见陛下而不下拜 现在又与陛下并肩而行 这是不合礼节的 此外,还望陛下尽快地释放三王,给予安抚 楚遇正好奇,这老者是谁,敢这么对皇帝说话 去听刘子叶阴冷地道 刘义公,不要以为你是朕的叔祖,就能这样放肆 朕是皇帝 他这话一出,刘义公神清大变,顿时安静了下去 而楚遇也在这个时候明白了他的身份 这刘义公应该是刘子叶他爷爷的弟弟 算起来也是祖父那一辈的 难怪训刘子叶像训自家孙子一样 算起来他也该是三朝元老 而因为皇亲的身份比别的元老更加的贵重一些 但是,太忘形了 楚遇在心里叹息着 因为自持身份,便敢这么教训刘子叶 他只记得自己是刘子叶的叔父 却忘记了刘子叶的另一个身份是皇帝 生杀语夺,这本来就是皇帝的权利 楚遇站得近,他看得很清楚 刘子叶的眼底已经牵动了隐约的怒意了 楚遇笑了笑,全当没有听到刘义公在说些什么 只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陛下,我听说您将三王囚禁了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阿姐,我这么做可是有缘由的 前日那刘昌明明与他们住在一起 我也派人看守着他们四人 可那刘昌偏偏跑了 他们三人定然是包庇帮凶 他的语气还有一点委屈 好像都是别人的错 楚遇看了眼王宣摩 后者立即心领神会 率先告退 其他臣子见有人起了头 也都陆陆续续地跟着走了 很快的,书房里便只剩下刘子叶和楚遇两人 刘子叶有点闷闷不乐地抿着嘴唇 好一会儿才说 阿姐,你不会也是来劝我放了那三个坏家伙吧 他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 楚遇是一直反对他杀三王的 楚遇走出宫门时 意外地发现 在他的马车旁并排地停着一辆车 而月杰飞则有点警惕地看着那辆车 手一直按在剑柄上 当走进两辆车的时候 对方拉开了车帘 从戏风中 楚遇看见了一张脸 那张脸苍老 却不衰败 神情绝朔 是属于王璇摩的 楚遇对王璇摩略意点头 便上了车 两辆车并排缓缓地行驶 而在几乎相贴的车厢壁上 两个小窗口一直相对着 楚遇靠坐在小窗边 听到窗外传来的声音 公主 出来了 王璇摩在通过相对的帘子 跟他说话 楚遇闭上了眼睛 淡淡地说 方才 我劝陛下杀了三王 话 说出口来时 楚遇的声音 是自己都吃惊的忧冷 方才 刘子叶问他 是不是给三王求情去了 他却一反之前的态度 劝刘子叶杀了三王 这是他到此以来 第一次主动 要去杀害 与他无怨无仇的人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楚遇说出那句话之后 一直到走出来 见到王璇摩 心情都是低欲的 但是 他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没有错 之前 他要求刘子叶不要为难三王 是因为还没有到生死相见的时候 能够不死人 他还是尽量地希望 能够和平解决 可是现在呢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他稍微一不注意 出城找人的当口 刘子叶做出了 无可挽回的事情 他最大程度地羞辱了三王 这已经在三王心中 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倘若将它们放回去 今后不知道 还会发生多少的事端 情感上不愿意死人 但是理智上 楚玉很清楚 这已经是必死之局 除非有一方死亡 否则这仇恨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 楚玉劝说刘子叶尽早地杀掉三人 在一个适当的时机 找一个差不多的借口 彻底断断根货 要么不动 要动则如九天之外 雷霆千发杀机 瞬息颠覆 一击成功 羞辱什么的 都是没有必要的 把人赶紧杀了 才是最最关键的事 楚玉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慢慢地道 不知王将军 有什么看法吗 过了一会儿 从窗户里再传来 那位王家当家 有一些欣慰的声音 公主 终于下定决心了 楚玉忍不住有一些惊讶 他拼过头 从小窗户 看对面马车里的 王玄魔此时的神情 可是这个时候 突然王玄魔的车 行驶得快了一步 两身窗户错开 楚眼前 只是晃过了一片 模糊的影子 过了好一会儿 窗口才再度对上 王将军何出此言呢 难道我从前 没有下定决心吗 这 这个 公主心中 应该才是最明白的 楚玉沉默了 是的 王玄魔没有说错 在政治里 心软和沉疑 是最要不得的累赘 他必须将之抛弃 直到现在 楚玉依然觉得 有一些奇妙 他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成为 类似于昏君帮凶 一类的角色 去怂恿皇帝杀人 倘若传了出去 只怕他要遭到 众多的口诛笔伐 为了测试 王玄魔的立场 楚玉将自己做的事情 说了出来 却不料 王玄魔是这个反应 他忍不住开口问 你 究竟忠于谁呢 他看起来 完全不像是 忠于皇帝的样子 可是 也不曾偏向三王 王玄魔慢慢地道 我忠于王家 通过两扇小窗 楚玉总算看清楚了 王玄魔此时的模样 几乎整个人 埋在阴影之中的老人 眼神异常地清醒坚定 我只忠于王家 谁能给王家带来利益 他便与谁合作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都是虚的 只有利益 是永恒的存在 楚玉慢慢地伸出手 探向几户相接的窗口 成交 在两只手 在空中虚拍了一下 并没有接触 就各自收了回去 算是达成协议 而两辆一直并行的马车 也就此分开 你回去之后 告诉当家 他要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 今后 不要随意来打扰我 萧别回到自己家中时 看到一个人 静静地坐在屋内 毫不吃惊 只是冷漠地对那人道 那人站了起来 对萧别行了毅力 易阳王已经安然离开 你也可以走了 公子为何不肯回萧家呢 老爷子对您的期望很高 甚至有意将萧家交给您执掌 人各有志 我心意已决 你不必夺权 你若是不走 那么 我便走 小的先行告退 那人 不愿意消别言语冲突 匆匆地离去 虽然楚狱提出要杀三王 可是每次刘子叶 想要动手的时候 都会因为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理由 被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人阻止 简直好像是冥冥之中 有着一股不可抗力 在与楚狱所做出的努力抗衡着 每一次受到阻碍 楚狱虽然感觉到危急 但是在内心深处 却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也许是因为朝局的紧张 影响了健康城 今年健康城的秋 格外地萧瑟 名流士族们的玩乐 也减少了 气氛显得十分的消沉 可是这消沉的气氛 因为一个人的到来 而打破了 那个人被称作是 天下第一美人 什么 天下第一美人 楚狱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这所谓的天下第一美人 已经来到了健康 有两日的光景了 天下第一美人的名字 叫做中年年 这中年年的身份 有一点复杂 她本是商骨人家的女儿 因为家道中落 在16岁时 不得已沦落封尘 但是她和别的烟花女子不一样 她四处游走 认识有才华的人 她一直唱歌 唱自己喜欢的歌 倘若遇上可心的男子 她便会和对方过一夜 假如不喜欢那人 便仅仅是卖唱 换取一些金钱 中年年 与不少富家豪门子弟 有交往 因此 也不怎么会遇上 被强逼的事 初到七年 中年年这个名字 传遍了江南 她在各地行走时 结识了不少的名流氏族 见过她的人 几乎无不认为 她就是天下第一美人 她才华横溢 琴琴书画无意不经 不少与她结交的文士 在与她相谈之后 都是拜倒在了 她的文采之下 中年年 一共来过四次健康 从四年前 到去年 每年一次 不过 山鹰公主 并没有百合倾向 便没有费心去看 就算她去看了 现在的处狱 也无可能 对中年年 有任何的印象 中年年这一次来健康 广发邀请寒 邀请健康城内的 名流豪门 就连 处于近期才崛起的假身份 鱼子楚 以及还原所扮演的鱼子远 也都分别收到了一份 紫紫细细地端详手上 这封做工精致的琴帖 处于笑眯眯的望向屋内 也同样拿着一份 也同样拿着一份青铁的还原 怎么样 还原 要不要去看看美人 还原的面色 沉静地像无波的水 眼观鼻 鼻观心 请公主吩咐 见她打得一板一眼 出于立即失去了 继续玩笑的兴致 好了 好了 不要弄得这么严肃 我是真想去瞧瞧 那个天下美人是什么样子 紫远兄 便陪我一道去吧 柳瑟正好端着帐本走进屋来 听见了处于最后的一句话 随口接道 公主 要去看周年年 去年她来健康的时候 我正好在路旁看了 确实是个美人 处于偏头看柳瑟 默想走了之后 柳瑟似乎整个人都沉寂了很多 也不再像从前那样 变着乏地打扮自己 神情动作 亦不曾刻意勾引 想来默将这个竞争对手的离去 也给柳瑟带来了一定的打击 现在的柳瑟 沉默少言 偶然还会发呆出神 与从前娇媚纵生的模样相比 简直就好像是两个人 处于听说 柳瑟看过周年年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诶 那个周年年长得很美吗 美到什么地步呀 但处于问出来 柳瑟的面色有些尴尬 她竟然一时忘记了 公主也是一个女人 她怎么能在一个女人面前 夸另外一个女人好看呢 见柳瑟支支吾吾的不肯说话 处于念头一转 便知道她在想什么了 心里觉得有趣便也不解释 只是笑隐隐的 要看她如何应对 憋了好一会儿 最后柳瑟还是不得不开口 不一样 公主是皇家第一美人 周年年不过是民间的美人 公主与她身份不同 怎能相比 她答得很是曲巧 按照那第一美人的名头 周年年必定是比 山音公主更美丽了 倘若她媚着良心说 周年年不够美 处于若是有心找茬 便能半个她欺瞒之罪 而倘若老师说 周年年比较美 又害怕激怒了处于 因此她很巧妙地 将两个人的身份分开来 都是第一美人 但是呢 因为身份不同 没有必要相互比较 听了这个回答 处于觉得很是有趣 虽然有那么一点 拍马屁的嫌疑 但是也体现出了 柳瑟的一点机制 于是笑了笑之后 她便将话题带往别处 不再让柳瑟紧张 又过了两日 厨余便换上男装 携带着还远 屈服第一美人的邀约 邀约的地点是 建康城郊外的 一位氏族子弟的宅院 周年年自己 在建康城里 没有固定的房产 每次来 都是蹭别人家的五子住 就连举办聚会 也是用别人的地盘 前几年都分别是在不同的地方 能让那些年轻高傲的公子哥 争相借出自己家给他 周年年的魅力 可见非是一般呢 这一次的聚会 在一间宽大的厅内进行 厅外是一大片的枫树 厨余走到大厅门口 瞥了一眼里面 靠墙的两侧 各摆放着一排暗戟 背后竖着花纹精美的屏风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到来 估计都是冲着美人来的 厨余的眼睛 在厅内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可能是中年年的那位 心知对方想必还没到 并也不着急入座 她目光一转 转向旁侧的风林 也许是因为最好的时候还没到 也许是因为这风林的品种不太好 风林并不像厨余想象的那样 双叶红于二月花 有一半的叶子泛红 但还有一半残留着青绿色的颜色 红红绿绿地混杂在一起 虽然别有份热闹 但并不够华美 然而在这风林外 却有一个人副手而立 看着这片景色 看得津津有味